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新出炉的中国微博粉丝最多的十大明星,快来看看有没有Epic的TOP10林志颖6787万,被大家称为不老男神的林志颖,在演艺圈里混了风生水起的时候,却选择了应退,随后在企业圈也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他同时也是宝岛第一位带有薪资的职业赛车选手,在热播中一把把我们去哪儿,中带着自己的大儿子K.I. M.I.重新回归到观众的视线中,粉丝们称赞他是最出色的奶爸,TOP9,郭德纲6825万多老师是圈内公认的快嘴,他的老本行是相声,现在却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展露头角,有很多颁奖节目,都会邀请郭老师做主持人。 不得不说郭德刚带领的德远社艺军突起,为相声这门艺术,添加了不一样的风采,更是在国外举办了中国相声的第一次海外商演。 是一位得一双新的相声艺术家,TOP8,林心如7611万,林心如是一广告模特的身份出道,1998年饰演了《环珠格格》中子薇的这个角色,打开了他在内地的知名度。 这部《青宫剧》更是创造了中国电视剧收视率记录之最,在2016年里获建华喜杰连礼,并在次年喜的一女。 最近紫薇格格在娱乐圈中也是风波不断,其宇宙节团员也被重新翻出,媒体高拍到他的伪金PS的照片,也在前不久疯传。 TOP7,姚晨把千万加成凭借武林外专中,郭芙蓉一角火遍大江南北,是最早入驻微博的明星之一,曾被称为微博女王。 顾名思义她曾经是微博粉丝最多的一位明星,在成名之后的她将重新更多的放在了家庭中,作品不多的她也逐渐淡出公众视线,粉丝数量也逐渐被其他明星超越。 TOP6,姚米八千二百九十六万颗班出身的姚米凭借宫秦春一角,正式走入到观众的视线中,更是一举进入到内蒂斯小花旦的行列中,在2014年与大七十一岁的刘凯威步入婚姻殿堂,随后便生下爱女小糯米。 在之后杨米主演的电视剧和电影成绩都非常可观,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TOP5,赵薇八千一百三十六万。 赵薇英主演电视剧《海珠格》中小燕姿一角,而斩获当年金银奖最佳女主角,先后打破了中国电视剧的最高收视纪录,更是成为了亚洲第一位,在好莱坞留下首映的女演员。 在与富商结婚后的她人气反增不浅,现在更是一名出色的女企业家,连马云的拍手称号,TOP4,陈坤八千二百九十七万。 陈坤,通过许演金带世家中金燕姿一角,而对大家熟知,在2007年凭借电影《云士一角》,荣获当年华表奖最佳男演员。 虽然陈坤的影视作品不多,但是观众对她出演的电视剧和电影的评分都高之又高,这些年她慢慢改出公众视线,已经开始她的公益事业,最近又携新剧脱身回到观众面前。 TOP3,杨颖八千七百五十七万模特出身的杨颖之间在内地的名气并不是很高,后来与黄晓明恋爱之后,才逐渐在内地被熟知。 在2015年与黄教主走进坤姻殿堂,随后生下男宝宝小海绵,名气大长的她更是跑男团的唯一固定女嘉宾,也出演了很多的电视剧和电影。 虽然观众对其的演技一直不予好评,但是话题度也是居高不下。 TOP2和九九千五百六十六万和九老师作为湖南卫视的当家主持人,实力不容小觑。 博学多彩的她四下与众多明星私交甚好,在粉丝中影响力也是超高。 近些年还自己做导演拍摄了这次花拍,取得了不复的成绩,也是经常上微博快搜的明星之一。 TOP1,现在一万零四百三十八万千啊,作为湖南卫视主持人中的单家花蛋,各大颁奖里都可以看见她的身影。 人钱显贵的她在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综艺感十足的她经常在节目中自黑,以到观众开心。 只要有那姐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小声。 今年,那姐也是喜得双胞胎,和张姐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在微博里热度也是只增不减。 从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号称流量为王的鲜肉代表,比如陆寒、吴亦凡等人都没有上榜。 看来光有流量是不够的,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学历拿出说服观众的作品,才能被更多的人认可。 大家说对吗?